中华文化早期教育国际合作会议在洛杉矶的亚太棕榈大酒店举行 会上天赋希望国际幼儿管理公司宣布了儿童早期教育的战略构想 并且还与美国的蒙迪学校签署了战略合作协定 天赋希望国际幼儿园管理公司创始人道申 在中华文化早期教育国际合作会议上 介绍了公司在儿童早期教育领域的发展现状和下一步计划 并针对在中国及国际社会就儿童早期教育融合中华文化做了强劲的说明和介绍 会议中天赋希望国际幼儿园和美国蒙迪学校 还签署了中华文化特色课程及诗字战略合作协议 天赋希望国际上 国际幼儿园管理公司致力于儿童早期教育的课程研发 幼儿园数字管理体系及数字化课程管理系统建设 希望在早期教育过程中 嵌入中华文化元素 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和表达方式 借助在美国和中国开办的天赋希望国际幼儿园 以及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 来培养儿童文化的修养提升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知 小孩整天接触的都是一些电子化的方式 网络化的方式 怎么样的在这样一些方式下教导我们的儿童 让他不成为一个文化断层的这样一个受害者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像我们这些做家长的 我自己就拿我自己切身的感受来说 我非常担心我的小孩将来只是认识几个中文字 对中国的一些传动的精华的风俗礼仪 这些东西都丢失了都不知道 环球东方记者吕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